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贤弟 你有大事在身 于兄不便相留 但于兄要送你一程 也好和你多聚一时 不劳兄长相送 有道是宋君千里终有一别 偶然的相聚 必然的别离 这是缘分 只求兄长归家后到韩社相告家母 就说会能以平安到达东山 以免他老人家挂念 贤弟放心 于兄立即着手 料理一应事物 单等琐事一了 于兄马上返回岭南 把伯母接到家中好好孝敬 那倒不必 家母生活还能自理 兄长也上有老 下有小 岂可再为家母劳神 哎 贤弟 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怎么跟于兄说起的见外的话呢 你我既以结拜为弟兄 弟之母就是兄之母 于兄礼当 孝敬 回能一听 感激几灵 重招之略 连连几宫 回能一听 感激几灵 重招之略 连连几宫 非让回能 待在身中 回能推辞 不堪守忧 只略百般 不答应 先必不要太任性 欲修有火啊 你要听 金钱本事是人命 无钱怎能去茂盛 出门在外 处处要发钱哟 身上没钱 九寸不难行 贤弟 出门事事难 方便要用钱 钱是世人命 无钱路难行 你身在旅途之中 没有钱怎么能行呢 你要是不收 就是见外了 惠能实在推辞不过 只收下了无良 刘志略拉着惠能 难舍难离 贤弟 你置心向道 乃丈夫之举 于兄一定全力支持 定把伯母接到家中好好孝敬 让他老人家安享晚年 也使贤弟心无牵挂 一心修道 早日成就你的大愿 兄长大恩大德 小弟永生难忘 小弟一定勇猛精进 以为兄长隆恩厚望 兄长保重 小弟这就告辞了 贤弟 你我弟兄这一分手 不知何日再得相见 于兄真是舍不得与你分手啊 兄长 人世间有相聚的快乐 就有别离的痛苦 这是缘分 望兄长不必挂怀 保重身体 他日自有相见之时 惠能说完 转身出的客栈 刘志略含泪相送 送了一程又一程 直到惠能的身影隐没泼头 他才含泪收步 刘志略是卢惠能在俗世上唯一的一个复心相照的好朋友 义重情深的好兄弟 也是惠能成为曹西大师的善缘之一 惠能辞别刘志略 寻路问津 曲道直奔黄梅东山禅寺 这东山寺啊 是当时禅宗心法唯一的正传道场 是因为禅宗无祖洪忍大师洪法而修建的 禅宗是中国佛教最主要的一个宗派 他与念佛法门的净土宗堪称中国佛教的两大支柱 他对中国文化乃至哲学都有很大的影响 直到当今日盛不息 我们都知道唐诗颂词写得好 唐朝的诗有许多是受到禅学的影响 才充分显示那种忘我而意态悠闲的情境 诗为禅客天花锦 禅是诗家切玉刀 不论写诗还是勇诗 在思想上感情上都有一种超现实的境界 不受外界的束缚而写出来的诗 才能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 言在此而意在彼 禅师们的语录撰载也都近乎诗的格调 往往极有线表无线 具体表抽象 特殊表普通的表达方式 以进入海阔天空任遨游的禅境中去 禅宗的产生也是有它的历史因缘 所谓法不孤起 仗境方生 道不虚行 欲缘即应 昔日 释迦牟尼佛应标在灵山会上说法 可他却没说一言 只是手里捏着花微笑 他这叫捏花示众 想以无说而说的无言之道 让前来听法的人们从中体会他的无言妙道 可大众对世尊这一举动都茫然不解 当时只有磨合家设尊者破颜寒笑 彻底领悟佛陀年花的微妙法门 默契了佛的心中 这叫世尊年花 家设微笑 本地风光彻底显露 释迦牟尼佛见家设已经体悟到自己所要表达的要旨 刊当大任 就把正法眼葬传给了磨合家设尊者 什么是正法眼葬 正法眼葬又叫做清净法眼 就是佛知佛见 也就是佛法的世界观 尊者就是道德学问都被大众所尊敬的人 释迦牟尼佛把正法眼葬传给了磨合家设尊者 又把自己搭的袈裟和所用的波也给了家设尊者 以此代表佛法的根本所在之处 这就是一波真传 一波真传并不是指袈裟英气而言 当然是指唯传见性法的心传 只有悟佛知见的明心见性者才有资格接成一波 后来一些潜时之徒为了虚名以助记两巧取师父的一波法卷 标榜自己有法有德 使乃背离佛法甚远了 家设尊者接成一波成为西天第一代祖师 他为了虚佛会命使法水长流 后来就以直指单传的形式把正法眼葬和一波又传给了阿南尊者 阿南尊者就是西天第二代祖师 法登序言代代相传 一直传到第二十七代祖师波罗多罗尊者 后来波罗多罗尊者又把正法眼葬和一波传给了菩提达摩大师 并对达摩大师说 我灭渡之后六十年 你要把此正法眼葬和一波传到东土震担去普利众生 后来南印度僧人菩提达摩秉承多罗多罗尊者的遗信 与梁武帝普通年间航海东来到中国弘扬禅法传佛新印 他先在中国的南海登岸 南海就是现在的广州 当时南海刺史萧昂对他热情的接待 并上表梁武帝 梁武帝一听 印度来了一位高僧特别的敬仰 立即派人把达摩大师请到宫中请问法要 这梁武帝呀 非常的重信佛教 他建造寺院供养僧人抄写大量经文 可是他只值得着相适修追求人天福报 不知道离相妙修求证智慧佛果 这就好比是讲一颗举世无价的宝珠换取一根糖吃 真是太可惜了 梁武帝见到达摩大师迫不及待的请问法要 大师 朕自即位以来建造寺院抄写经文供养僧人 朕究竟有多大功德 达摩大师一听 梁武帝不知道正法 他不是在求了托生死之法 而是在追求人天福报 不求智慧尽求福报 当即直言相告 陛下 您所做的这些事根本没有功德 梁武帝一愣啊 他本来是满腔热情的 期望着印度高僧给他下个功德弦 哪成想啊 这印度高僧给他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嗯 你凭什么说朕无功德 陛下 这些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 你所做的这些事只是一点世俗间的小果报 谈不上真功德 未修智慧不出轮回 那么依你之见什么才算真功德 陛下 真功德是最圆容纯净的智慧 他的本体是空气的 你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去得到他 因为他绝对不是世间上的有为之法 能够求得到的 梁武帝一听心中不悦 那么 朕在问你 如何是圣人所说第一异地 空空荡荡 本来就没什么圣来没什么地 什么 没圣没地 那对阵说法者又是谁呢 不认识 梁武帝一听 这达摩大师所说的 跟自己心中所想所盼的丝毫不沾边 心的话 他连自己都不认识 算什么高僧啊 纯粹是个懵人的老外 他当即下了逐客令 哼 朕不懂你的话 来人 送客 这两五弟非常崇信佛教 现在还把达摩大师给撵出去了 要不然 那还不得命金瓜武士 把达摩大师给打出去啊 要知道 达摩大师所传的是最上乘的佛法 禅宗顿悟法门 那是接引即将起物的大智慧者 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 他的教学目标是了生死断烦恼正菩提 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了他的学生 所以 达摩大师刚来中国 这最初的弘法第一堂课 就没成功 让梁武帝给撵出去了 梁武帝在当时是佛教界最大的一位护法 他在江南以自己的愿望和国家的力量 修建了四百多座规模宏大的寺院 抄写大量经文供养了许多的僧人 可以说他对佛教做的贡献非常大 他认为自己做了这么多善事一定是功德无量 哪成讲啊 达摩大师说他毫无功德 他急了 能不急吗 别说他不能接受 就现在的很多人也不能接受 心的话 那梁武帝做了那么多善事 达摩大师咋说他没功德呢 诸位 梁武帝所做的善事都是心有所求啊 他是有目的的去行善 希望将来得福报 这叫以有贪质善因善果的心去做的善事 将来必受三界人天善果的报应 这是属于人天的有漏福善是福德 不是功德 跟修心政治无关呢 如果他要是以无所住之心去行善 以三轮体空的心去帮助别人去利益他人 一无所住 那才是功德才是智慧啊 所以说离相修福 那修福也是功德 若是着相起修 那就是福德不是功德 功德是自性上的成功 不是心性外能够求你道的 梁武帝的所作所为 修的全是福德福报 而且是非常大的福报 要讲修福报 我们谁都修不过他 可是他只知道修福报 他不知道修智慧 为修智慧不出轮回啊 尽管他福德修了不少 可是不能化生死为涅槃 以至死到临头说佛不灵 实际不是佛无灵 是他心性未明啊 所以必须要福德功德智慧 君修俱足 才能出离生死苦海 乃至成佛做祖啊 要不咋说 修福不修慧 大象挂应落 你徒有外表啊 修慧不修福 罗汉脱空波 没人供养 梁武帝执着有为 只知道拙相在世上修 不知道离相在心性上下功夫 达摩大师说他没功德 他还不服气 几番问答都不能契合他的小鸡 他更糊涂了 这较大鸡小能不糊涂吗 就像呢 讲课的老师水平要是太高 那个学生水平太低 这课程他没法讲 那大学教授给那幼儿园小孩讲危机分 那不讲哭了讲跑了 也得讲懵了讲睡着了 这小草他不能接受大语啊 情投意合千言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梁武帝不能领悟达摩大师的根本法要 居然下了逐客令 达摩大师见自己于梁武帝法缘不合 机缘不弃 就决定离此北上 他走的江边之际呼听身后人寒 马四 大摩大师 离宫满岸 只身担忧往前奔走到江边 心头阵呼听得着人寒 马四正尔伦 回头一看 心潮不狠 顿时惊忧 喜一云 但之间 一队人马 追得近 马蹄繁花 喜燕臣 马上之人 微风丽丽 各个永不有精神 丙回挂甲 竹林针 好似天将 下凡臣 臣土飞扬 一临金 定是前来 八安琴 我若悲情遭恶运 再满红发去赌人 一只打磨能保错困 请您接招听下文 福祉本无数 明镜亦飞海 本来无一物 何处日我尘埃 当日子的灰狼